阿富汗淪陷 各种震撼画面 赤裸裸呈现在世人眼前 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台湾 同样受到战火威胁 但即便还没打响一枪一炮 社会各界早已口莫四箭 总统格魁相继信心喊话 与此同时 台湾直线基金会 日前公布最新民调 六成五的民众 表示愿意为了保护台湾而上战场 乍看之下 全国上下似乎众志成城 一个国家的战力换算 必须要把硬体呈上精神 除了要有良好的武器 也要有高昂的士气 但当民众被问起 是否愿意为台湾而上战场 这比较上是精神道德层面上的宣誓 很少人会说不要 因此在事前的军事训练与准备 愿意投入多大的意愿 或许才是比较客观的指标 回顾半年前 东森新闻云发布的民调 18、19岁的台湾年轻人 96%愿意上战场 但高达87%反对征兵制 这矛盾的结果 各界一片哗然 网络上的声量 键盘上的敲打 能否真正的转换成 在战场上的参与 力量的呈现 那台湾民众必须要有 这样子的警觉或意识 就是说我们要珍惜这样子 可以在键盘上自由的敲打 但也不要忘了 你要有一个很扎实的一个 physical strength 这个食指的一个力量 军事力量 来保护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自由 从键盘走向战场 恐怕是一段遥远的距离 先不说作战时 必须克服的血腥创伤 与庞大的心理压力 光是艰苦的训练 恐怕就让很多人打退堂鼓 台湾人对战争的认知 真的足够吗 有关军事训练的一难 在入伍训练的阶段 是以成为合格的步枪兵 作为目标 在完成专长训练的阶段之后 就应该具备应有的军事专长 成为合格的战斗兵 那么退伍之后 也能透过后续的教育召集训练 来维持基本的战斗技能 提升整体后备的战力 国防部拍胸脯保证没问题 但退役美军事官Alan Ling 却不这么认为 他曾打过伊拉克反恐战争 亲自体会战场的严峻 对比现在阿富汗国防军 兵败如山倒 他认为这是台湾军事训练 严重的警训 因为从民间到政府 甚至军方都存在着 有台湾有势 美军必定持缘的论调 这种展现出来的依赖性 跟阿富汗变天之间 其实并没有不同 但就军事上来看 阿富汗政府军 除了少数特种部队外 绝大多数的军人 缺乏有效而持续的训练 这些相同的致命弱点 在台湾军方的身上 也看得很清楚 其军事训练仍然处于 1970年代的水准 持续采用节省成本的方式 与成就的技术 来训练大量的士兵 不但无法有效让民转军 训练出来士兵 也没有足够军事专业 与装备在战场上生存与发挥 今天台湾面对的对手 不是塔利班那样的游击队 而是装备训练数量 都具备的正规军 一旦发生冲突 将会更为惨烈 面对无情战火 再多信心喊话 都不如严格训练 来得实质有效 毕竟为国捐区 无法赢得战争 让敌人为国捐区 才能守住胜利 TVBS新闻和嘉阳顾商军 台北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 国内大小事 请大家订阅